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明醫師 今年的流感疫苗 公費流感疫苗即將在10月5號開打囉 雖然我知道全世界目前都在關心新冠病毒的疫情 不過我們台灣防疫做得很好 所以新冠病毒目前是完全沒有流行 但是流感病毒還是蠢蠢欲動 所以要為了保護我們求同的健康 接種流感疫苗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剛好我們的粉絲頁 還有這個YouTube Channel底下留言區 都很多爸爸媽媽問有關流感疫苗的話題 所以今天的QA時間 我就針對流感疫苗為大家做回答 第一題就是這個很常被問到 為什麼要打流感疫苗啊 事實上這個問題有很多的爸爸媽媽 或者很多的網友就在底下幫我回答 你只要得過一次你就覺得 還是打一下好了 因為流感病毒得到的這種不舒服感 跟一般感冒實在是天差地遠 包括發燒 包括肌肉痠痛 全身沒有力氣 大概每1000個兒童得到流感 大概就平均2到4個人會住院 那住院的原因有很多 譬如說誘發他的氣喘啊 或者是有激發性的細菌感染啊 其實對兒童來講 得到流感 他的嚴重度是比其他的感冒 更多更不舒服 接種流感疫苗就可以預防 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 流感病毒因為每年都會突變 所以沒有辦法做打一針 一勞永逸 變成每一年每一年 我們可能都要接種新的流感疫苗 來保護自己當年的這個疾病 不要這個發生 那今年流感疫苗接種實施計畫的對象 公費的對象有沒有改變 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公費流感疫苗分成三大類族群 第一大類就是自己本身需要被保護的 免疫力比較差的族群 包括五歲以下的小孩 包括50歲以上的老人 包括慢性疾病的人 還有包括孕婦 還有肥胖的人 這個BMI大約30 其實這都已經含瓜在我們 公費的接種名單裡面 那第二個族群就是 要照顧這些免疫力比較差的人 比如說醫生 醫生要照顧病人 不能把流感傳給我們的病人 或者是幼兒園 或者是這個脫嬰中心的老師 因為他們照顧的小孩 肥胖力比較差 所以這也含瓜在公費疫苗裡面 還有照顧幼兒的爸爸媽媽 也是可以接種 第三大類族群就是為了群體免疫 也就是說要讓整個台灣的社會的 流感疫情起不來 很需要靠第三塊 就是 小學生 中學生 我們現在目前一路 公費到18歲之前的學生 都可以接種流感疫苗 這個就是為了要群體免疫 這三大類目前是公費 那其他的人可不可以自費 掏腰包打呢 當然也是可以 現在的流感疫苗 自費其實也蠻便宜的 所以打一針 保護自己也保護我們身邊的人 那很多爸爸媽媽會關心說 現在因為我們公費 就已經是試駕流感疫苗 怎麼還有一個自費的試駕的流感疫苗 還有所謂的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 都是試駕 為什麼有的要自費 有的要公費 自費的流感疫苗分兩種 一種就是 廠牌 迷思嗎 可以這麼講嗎 我就是想要打那個 進口的名牌的流感疫苗 可是公費沒有辦法保證你打到 那種人可能就願意自己掏腰包 打這個國外進口的流感疫苗 第二種狀況就是剛才提到的 今年特別有 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 那它跟我們傳統 其他的試駕流感疫苗 是用機胚培養 是不太一樣的 總而言之呢 自掏腰包就這兩種狀況 你有品牌迷思 或者是你想要打細胞培養 或者是你不屬於 剛剛第三種就是 你不屬於公費的名單 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掏腰包 來打流感疫苗 有一些人可能會看到一些報道說 欸 去年說這個GSK的服飾瘤 是三歲以上才可以打 怎麼今年六個月以上就可以打了呢 這就是因為我們藥廠 它都會針對自己的流感疫苗 會去做臨床試驗 去年的那個試银證 還沒有過到三歲以下 那經過一整年 他們的臨床試驗也審核都過了 所以六個月以上都可以打 這一個所謂的GSK的服飾瘤的流感疫苗 那接種流感疫苗之後 多久可以產生保護力 然後可以保護多久 接種流感疫苗之後 大概14天你的抗體 就已經到了一個高峰了 所以14天之後 應該你就已經得到疫苗的保護了 至於可以持續多久 那每一年的狀況不太一樣 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在半年左右 你的抗體開始 所以有些人到半年之後 抗體就不夠用了 那有些人的抗體可以持續到一年 這跟我們流感疫苗裡面 四種不同病毒的型別有關 其中有些型別可以撐到一年 有些型別撐不到一年 那整體的保護力 大概到半年一年之間開始衰退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現在這個自費 掏腰包打這個 剛才說 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 可不可以這個撐得久一點啊 它抗體是不是可以久一點 答案是沒有 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 它的優勢我待會跟大家提 但是它跟你的抗體持續 久不久沒有什麼關係 疫苗可不可以一起打啊 譬如說 肺炎鏈球菌第三劑 可以跟流感疫苗一起打嗎 麻疹疫苗跟水痘疫苗 可不跟流感一起打呢 答案是都可以 因為流感疫苗 是死的疫苗 所以它跟活性疫苗 是可以一起打的 包括水痘疫苗啊 包括麻疹 德國麻疹塞性的那個疫苗 這都是一個死一個活 是可以放在一起打的 那死的跟死的 當然也可以一起打 所以肺炎內球菌疫苗是死的 流感疫苗是死的 所以也可以一起打 只有一種例外 如果你的孩子過去已經有 通常不會建議 肺炎內球菌跟流感疫苗一起打 因為它的溫度可能會提高 會增加熱精卵發生的機率 有一位家長問的問題 很有水準 他說 2020年的流感疫苗 會不會跟2019年一樣 保護力不夠好 欸 這個事情的確在2019年的時候 在北半球有大量的討論 因為那一年呢 在美國 比如去年了 在美國流行的是H3 H3N2這個型別的流感疫苗 它的保護效果真的不太好 那但是呢 在台灣 我們去年流行的 還是H1為主 我們的保護力 還是有90% 就是吻合度有90% 所以以2019年為例 我們在台灣而言 流感疫苗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保護力大概 如果把這四種型別都加起來 初估應該也都有8成左右的 這個符合度 那今年呢 說老實話 病毒呢 它怎麼突變 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預估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打流感疫苗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 猜中 那麼效果可能有到七八成以上 沒猜中效果大概也有四五成 所以不會是完全沒有效果 那有個媽媽問的問題 可能有點方向錯誤 她說 要不要等新冠疫苗出來 打新冠疫苗就好了 不要打流感疫苗 這兩種疫苗是 完全完全不同的 這兩種最好如果有是都要打 但是台灣今年我看是拿不到新冠的疫苗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想了 今年就只有流感疫苗可以打 新冠疫苗應該要等到明年以後了 那這個問題就是比較很多人問的 就是今年有一個新的 叫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 請問安全嗎 會不會有比較大的副作用呢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有在 金子天下的blog上面用文章來跟大家敘述了 所以待會兒如果講得太快 你也可以看文章 主要來講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 以前我們的流感疫苗是怎麼做的 我們就是把這一支 今年有可能會流行的流感病毒 打進去之後讓這個病毒繁殖 等到我們萃取的時候 就可以萃取到大量的病毒的顆粒 把它殺死 做出來純化的疫苗 就是我們平常打所謂的 積胚培養的流感疫苗 這個技術已經幾十年來 安全性啊 還有它的純度啊 其實技術都已經非常非常的先進了 所以20年前我們可能還會說 如果雞蛋過敏的人不能打流感疫苗 就是因為在這個積胚培養的過程 當中 疫苗可能會殘存一些雞蛋的成分 蛋白質等等 會造成雞蛋過敏的人過敏 但現在是21世紀了 我們現在流感疫苗的製程 即便是雞胚培養出來的流感疫苗 裡面雞蛋的那個蛋白質成分 低到你的身體是不會偵測到的 所以過去這30年來 沒有人因為打流感疫苗 而造成嚴重的過敏而死亡 是不可能的 所以雞蛋過敏早就已經排除在 流感疫苗的不能接種的名單上 所以江湖上療傳說 一定要吃過蛋才可以打疫苗啦 或者是如果沒有吃過蛋的人就不能打啦 或者是說有雞蛋過敏的人 有蕁麻疹的人就不能打 這都是錯的 任何程度的雞蛋過敏的人 都可以打流感疫苗 如果你很擔心你就打完在 診所或醫院 待個30分鐘 確定沒有什麼身體的不舒服 就可以離開了 既然雞蛋過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經濟症 為什麼還要發明一個新的 細胞培養的流感疫苗呢 細胞培養流感疫苗的優勢不在於雞蛋過敏 也不在於抗體拉久 它的優勢是在於它的那個效果 可以提高大概5%到10%左右 而且是針對我們試駕流感裡面的 其中一支H3N2這一支流感疫苗 它的效果可以稍微提高5%到10% 那原因是什麼呢 那講起來很複雜 總而言之呢 就是當我們流感疫苗進到雞胚以後 再繁殖出來的那個流感病毒 多多少少會被這個雞 你知道我們人是哺乳類的動物 所以這個病毒 為了要適應 琴鳥的這個基因 它可能會稍微的突變 一點點的突變 就會造成我們的 疫苗做出來的效果 會稍微差一點 但是對於B流感 兩種B流感 跟H1的效果就差不多 所以我們都知道細胞培養這支流感疫苗大概1400 1500 不同的診所賣不一樣的價錢 那你願不願意多花一千多塊 買這個針對H3N2這支病毒多5%到10%的效果呢 這也是每個人的選擇 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覺得說 哎呀我好對不起我的孩子 媽媽覺得這一千多塊有點貴 然後沒有辦法 為你預備更好的流感疫苗 其實不要有這種自責的感覺 因為就差那5%到10% 而且只針對那一支病毒 其他的效果都差不多啦 希望今天這個QA 針對流感疫苗的QA 能夠解決大家很多心中的疑惑 如果你還有更多的問題想問 都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趕快按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按下小鈴鐺 下次再見囉 掰掰 以後我們去學校打疫苗的時候 那小朋友都很聰明啊 跑來說 醫生叔叔 醫生叔叔 是不是那個 雞蛋過敏的人不能打疫苗 因為他不想打 我就說 喔真的喔 你雞蛋過敏了 那你那個生日的時候有沒有吃蛋糕 有啊 媽媽 不然有一個好蛋啊蛋糕 我常常吃了蛋糕都沒有吃 你就去打疫苗吧 吃蛋糕都沒事 怎麼可能雞蛋過敏 更何況 現在其實雞蛋過敏就不是接種流感疫苗的經濟症